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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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接下来 来跟大家谈一谈 三日子档期的一个解读的密码 我为什么会这样去想 就是说 因为大家很关心 这个推案量还是蛮大 虽然是比以前是缩小的 今年度的北台湾是比去年 大概少了一千多亿 将近两千亿 所以大家会 是将近两百亿 所以大家会很关心 说量少了 那是为什么 那我说 第一个问题 我们在看三日子档期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它量是多少 第二个是什么 广告的诉求 那广告量是不是减少 是减少 那广告的重点是强调什么 就是品牌信用 还有结构完全 跟以前不太一样 那以前一定是价格 让利 创低 交为等等 那这样来讲 是不是代表说 以后的让利的问题 会慢慢慢慢的缩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那这里边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问题 是说 小宅跟低总价 为什么以这个为主 那表示 房价你高 那你大坪数 就是销售不够理想 因为它税其实也很重 所以大家说 转而向 比较小的坪数 低的总价 这种产品的规划 那消费者呢 在这个时候也容易达成一个共识 那另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 豪宅缺席 那我们会注意到说 为什么豪宅缺席 你看代表是 710个以上的建案的豪宅 因为卖不了价格的时候 他很担心 我推出来 那卖不掉 那这该怎么办 好 在底下有个问题是 看物的人潮 我们看到那个 报纸上面在登的 大概都是讲说 看物人潮增加 然后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说 那实际的交易量多少 这比较重要 比如你来了一百住屋 那卖掉多少 我想重点在这里 景气好的时候 你一百住 然后有十户成交 可能性是很高 那现在是不是这样呢 可能就值得上了 我想这是 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 所以我们也会很关心 它的销售率多少 刚刚我们也讲到说 去年销售率已经到了 百分之三十八左右 那让利就是表示说 是不是赠送车位 装房 这是家电 这些是不是结束了 这是不是回到了 我们讲的释迦登录 我想我们重点在这里 那再来这一波很重要 一个关键就是 投资客有些慢慢释出了 这我们慢慢来说明 那另外就是地主库 包括很多的河建 或者是说 有些是属于都更来的 这些它也会竞价求售 然后我们更要重要的 去看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里面在最底下 绿色这个部分是讲到说 有些地区的价格 回跌到三四年前的价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它是不是从推案慢慢一直过来 以前我们在2012、2013就是投资很多 然后2014就是豪宅税 囤房税之后 你一五景气下来了 一五、一六、一七 经过三年的洗礼以后 大家发觉 好像让利越来越多 那我不卖的话可能价格越来越低 所以有些地区它原来开高价 现在就回到了三四年前的价格 这也合理 我们看一个问题 淡海新市镇 开价还蛮高的 那个板桥、新庄一样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报道 这是大概在去年 其实在新竹地区 那么就有建商 那么它也交不起贷款的利息 最后被排卖的个案 那最近也有看到 有一个就是在树林 球拿的 为什么这样子 那应该说是产品的规划 或者因为它那个是透天的 那规划或者是总价比较高 然后区域的客户大概就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我讲说一个个案推出 如果你假设说树林那个地方 你完全靠台北客 未必耶 你住在那边 觉得生活方便性够吗 如果说在地的人 区域内的客户都认懂 那就OK啊 我想重点在这里 所以显然市场的变化我们要注意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十个重点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自从最近的地震 有些花莲地震 你看到从台南地震 一路一路过来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一个问题是结构安全 就是你这个房子也会被破坏过 是一回事 原始在兴建的时候 我刚刚刚来不 比如说你看到很多柱子 为什么会这样子折断 你觉得很奇怪耶 为什么折断 那你照讲你钢筋的标准的绑法 应该是这样子啊 交错 错开就说 这样来讲的就不会说 你地震的时候这样折断 现在是你因为这样绑的时候 在折断嘛 所以大家会很担心这个结构安全 所以你看到最近他的广告的数据说 我品牌信用是好的哦 这个三十年四十年前 一路一直下来的一个老店哦 再来 结果完全 你看到最近一些广告出现了 我是耐震 制震 SRC 或者是RC 都可以的 不管是钢筋折断土 或者是 港股钢筋折断土 他的耐震制震 他也是加这样子 加上去为什么 产品力嘛 就是说 你会担心说 到底你盖的好不好 但是我告诉你 我的结构技师是某某人 设计是谁 那施工是哪一家 在营造厂 都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就告诉你说 我耐震制震 都做得很好 我想 这个才是我们以后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所知道是 最近这一两年以来 中古屋卖的比较好的 同样地段价格卖的比较高 比较好卖 大部分都是品牌 信用比较好的公司 甚至有耐震制震这种设计的 所以一直提醒大家 有时候 并不是说 价格便宜就是很好的 除了路段之外 我们会想 要说 他是哪一家盖的 那过去的房子如何等等 耐震制震 那再来一个问题 这个市场 一直停留在小宅 小民宿的 低总家 那表示是首购为主 那换物也不少 但是换物 是你原来有房子才可以换 但是 在第五点是看到说 豪宅缺席 那显然税 尤其是在这一波来讲 高我的税制是压垮 这一波 房地层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 尽管你看到很多人来看房子 在销售率 可能还是不尽理一下 有卖的比较好 一定有他特殊的原因 比如说价格定了 就相对比较合理 那再来一个问题 投资客为什么是说 那你看这个也不对劲 我连续卖了两年三年 然后看到说房价好像有回到三四年前 那我显然原来投资获利的 那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跟现在好像 我也没有占到便宜 那那个税越来越高 又要缺房贷 那不如就卖掉算了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连地主户都降价求售 所以这个市场来讲 我想在今年度 它可能也不是说触底 即使触底它经过盘涨 然后才有可能再上来 所以我一直认为 今年度的总销售量 买卖一准的数量 很可能会 一样是价跌量为增 那很可能是在27到28万元之间 所以从329的档期来看看 今年度的趋势 应该也是这样子 谢谢